大家好,我是阿风 这期给大家分享一下黑苹果USB定制的内容 主要也是之前做Fenton Card Pro测评的时候 遇到这个坑,折腾了很久才解决的 毕竟我也是玩黑苹果很多年了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USB接口不管怎么定制 也都是2.0速率的 就非常头疼 好在最后我搞通了 最近我优化了一下这个USB定制的整个玩法 想着直接给大家分享出来 让有需要的朋友少准点弯路 然后这期细节和小技巧比较多 希望你能认真看一下 我们这期需要用到的硬件 有一个USB2.0的U盘 一个USB3.0以上的U盘 这两个是用来让电脑识别端口音色用的 然后是需要USB定制的MacOS系统 最好是在Windows的双系统 当然如果不是双系统的话 可以再拿一个U盘做PE系统来弄 也是可以的 这期我会以PE系统给大家做演示 这样更方便单系统的朋友 双系统操作流程是类似的 然后软件方面 我们需要ProperTree用来编辑配置文件 Hacking2用来定制USB驱动文件 一个PE系统和端口音色工具 这两个用来做端口音色数据的 还有一个Clover 这个用来加载隐藏的EFI引导分区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软件进行代替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麻烦 就这个ProperTree的安装问题 有的小伙伴可能不太会 这里我简单分享一下 你可以直接去它的项目 把整个项目下载下来 剪较之后我们创建一下App 找到这个文件 双击 它会出现无法打开 别着急 点击好 推出 然后去到系统设置 隐私与安全性 安全性这里 点击仍要打开 输入电脑密码 修改设置 打开 这样就打开了一个中端对话框 然后输入一回车 它就会在你刚才的目录下 创建一个ProperTree的App 把这个App放到应用程序当中 这样你之后编辑配置文件的时候 就直接能调用了 那软件和硬件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进行USB驱动的定制了 首先在Micro-i系统下 做一个PE系统 我们需要先把U盘格式化 格式为FIT 方案为主引导记录 完成之后 直接双击打开PE这个ISO文件 将里面的全部文件 复制到U盘当中 然后把USB端口映射工具也放到里面 这样PE系统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我们关闭电脑 充许到PE系统 PE的U盘要插到电脑的USB2.0接口上 注意尽量控制来所有USB3.0接口 然后开机 从U盘启动 进入到PE系统 把U盘当中的USB端口映射工具 拖到桌面上 执行 这里注意 输入法要变成英文 输入D 开始扫描USB接口 这时候已经插上的设备 就会被直接扫描出来 下面你就可以用你的USB3的U盘 插遍所有剩余的USB端口 来让系统扫描识别出端口信息 这个过程别太着急 软件是每5秒扫描一次 插入之后看到识别了 再换下一个USB口 都插完一遍之后 然后再用USB2.0的U盘 把USB3的接口再插一遍 这时候你可以顺便记一下 USB3的物理接口 对应的USB2.0的端口号是多少 都完整之后 输入B返回主菜单 然后输入C 调整一下这个映射工具的配置 输入C 关闭这个选项 主要的目的是 等一下如果端口数超过15W的时候 可以单独关闭一个端口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关联的端口 然后输入B返回到主菜单 输入S 开始编辑端口映射的数据 这时候需要观察一下 现在是不是你所有的物理接口都识别成功了 包括你插到主板的蓝牙设备 然后注意这里的数字 如果超过了15W 那么我们就需要关闭几个端口号来确保Mac OS可以识别到 因为Mac OS系统是有这个限制的 那关闭哪些端口号呢 如果说这个端口映射工具 扫描识别的时候 错误关联了一些多余的端口 比如这个 这个端口其实没有插入任何设备 被工具识别错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端口关闭 关闭方法就是输入这个端口号前面的序号 然后回车 这样就可以关闭掉了 还有24和25 这样就不超过15W端口了 如果还超过15W端口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需要考虑把一些USB3的物理接口上的USB2.0的端口关闭 确保端口总数在15W以下 完成之后 输入K创建端口运输数据 把这个文件放到U盘当中 Windows的部分就完事了 之后从底电脑进入到Mac UI系统 打开hacking to工具 USB 先清理一下数据 然后再刷新一下 点击这个注入 最后导出数据 这样工具就会创建一些文件到桌面上 我们只需要保留这个KEXT文件 其他都可以删掉 选中它右键 显示包内容 contents 用ProperTree打开info文件 然后同理 打开U盘当中 刚才那个端口音色数据的info文件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把右边端口音色的数据放到左边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 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先把root下的指向都收起来 选中root 右键 选择这个选项 这样指向都能收起来了 另一边同理 然后打开这个指向 下面就是识别加载的各个USB控制器了 同理 这边也打开这个指向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保留跟右边一样的控制器就可以了 删除多余的指向 只需要选中 然后按键盘键的减号即可 之后我们先打开第一个指向 继续打开这个指向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右边的这两项复制粘贴到左边 可以这么操作 先选中右边的一个项目 Command C复制 然后左边这里选中同样的项目 按键盘的减号删除 然后选中这个项目所在的上级项目 也就是这个 注意上级这个项目要处于像这样展开的状态 这时候就可以Command V粘贴 这样它就过来了 同理把端口数据也复制过来 另外几个控制器也是同样操作 这样很多朋友的USB定制就快完成了 下面就需要验证一下 先把刚才装PE系统的U盘清空 然后用Glover打开Micro-A系统隐藏的EFI引导分区 把里面的EFI文件放到U盘当中 把刚才做的USB定制驱动放到KEXE文件夹里 然后这里注意 如果现在还有其他有关USB端口定制的文件的话 需要都删除 同时要确保你这个OC文件夹里没有不用的文件 下面编辑一下OC配置文件 这里有个小技巧 你可以直接Command加R调除导入配置 然后选择你现在U盘的OC文件夹 然后确定 这样就可以自动把刚才驱动的配置代码 导入进来并启用了 保存 关闭 最后重启一下电脑 这时候注意 我们需要从U盘启动进入Micro-A系统 进入之后 打开Hacking2工具 USB 这时候可以验证一下效果 先清理一下 然后刷新 正常来讲 大多数的朋友到这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USB的设备了 都可以被正确的识别协议和速率 比如我那台9700K的电脑 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了 当然 还是有一些小瑕疵 就是这个连接器这里 有的明明是外置USB3 但现在还是被识别为内置的 这个小问题 一会下面都分享完了 我们再一起解决 现在我们继续 刚才说了 大部分人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完美驱动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弄完之后像我这样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进行操作 我们先到这个目标下 把USB驱动集合的文件 复制一份到桌面 然后选择它右键 显示包内容 Contents 插件 找到这个KEXT文件 右键 显示包内容 Contents 打开它的这个info文件 然后我们打开U盘当中 刚才做完的USB定制驱动里的info文件 两边都收集指向 打开这两个项目 这时候 注意右边这些内容 这些其实就是匹配USB3控制器的各类驱动 现在咱们USB定制文件没有效果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USB3控制器的ID 它这里没有 最后只能用它控制器的通用驱动 才导致的问题 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手动匹配一下 那怎么能知道 哪一个是适合自己控制器的驱动呢 这个就只能盲猜了 可以先从你控制器ID相似的下手 比如这个 跟我的ID只差一个字母 我就先是这个 直接选择这个指向 Command C复制 然后到左边选中这个项目 Command V粘贴到它的指向当中 把上面的这个ID 复制粘贴到下面 这样保存即可 然后退出 下面验证一下 重启电脑 注意还是从U盘启动 然后hacking to工具 USB 清除刷新一下 看 这时候就可以正确识别了 如果不正确识别的话 你就换另一个驱动试试 最后你用U盘试试各个物理接口 看看能不能都识别 没问题了 这就说明这个USB定制就快完成了 现在我们解决连接器类型的问题 先记住你需要改类型的端口名称 然后打开刚才USB定制驱动的info文件 找到那个端口 这里修改成你需要的连接器类型 然后保存 退出 这样就可以了 再重启测试一下 成功之后 完全满意了 就可以把这个EFI文件夹 放到microi系统的EFI分区了 替换原来的EFI 这样整个USB定制就完全搞定了 通过这种方式定制的USB驱动呢 是比较原生的 我个人也是比较推荐的 不过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是 当你黑苹果想改变机型的时候 就需要把USB驱动当中 对应的机型都改一下 这样才能正常驱动 切记切记 其他就没什么特别需要说明了呢 希望能帮到对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 黑苹果的配置细节很多 需要大家非常细心 才能配置出属于自己硬件的配置文件 不过如果可能的话 我个人现在还是推荐白苹果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对于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关注互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 最大的动力 感谢支持 我是阿峰 我们下期见 拜拜